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还有没有机会往上 我等一下会跟各位讲 因为我今天看到了一个不太一样的讯号 我说什么讯号 对吧 老师你不要吓我 对 我今天要跟各位讲几件蛮重要的事情 第一个 行情我认为说可能会有转折出现 因为我昨天跟各位讲过 9400 9500 9600 它的压力是越来越重 我之前还特别去帮各位查资料 还跟各位说之前压力拉到9600 可是这两天我发觉什么 法人的布局它又变了 它又不太一样 它现在又把压力往下压 你知道吗 所以为什么今天的行情比较弱 为什么今天行情是杀尾盘 各位去看今天最低点来到多少 9309 今天原则上是有点杀尾盘 只是说今天点的点数不是很多 那你如何去创造空间跟利润 我想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一个课题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你说老师你刚才讲说 这个盘面有点变化对不对 有出现什么变化呢 来 我们请射简师来看一下 上方的一个电视画面 好 那我跟各位来讲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呢 好 我们请射简师往这个 这个游标这个地方把它拉近 各位你看一下 有没有出现一个状况 我们的分析在短线的高档部分 已经出现什么 出现转空 请各位你一定要注意 为什么 每次一旦出现这个状况的时候 行情就会震荡整理 而且比较不好的就容易压位 所以每次只要看到分析一翻空 我跟各位讲 非盘即跌 没有涨的 我在讲的是 非盘即跌 没有涨 好一点就是整理 不好就是给你跌 这样各位知道我意思 所以我跟大家讲 我一路从多少 9000点跟你讲空 讲到多少 跌到多少 跌到8800 川普当选跌到8800 我再从8900跟各位讲多 讲到9400 好现在来到9400 9300多点 今天收盘的位置点 已经在9300了 我今天要跟各位讲什么 今天我认为说航行 你要小心 航行你会有压力 因为我之前跟各位讲 9400 9500 9600 都是层层的套牢压力 都是层层的选择选的一个什么压力 都在这个地方 而且我们看一下 12月21号今天 其实在下个礼拜三 今天如果不算 再隔三个交易日 12月份合约就要结算了 各位你想一件事情 外资他会轻易这样放手吗 各位他现在已经重兵压在哪里 9400 9500 9600 你觉得他会让他过吗 我目前看起来我觉得机会是不高 所以为什么今天会跌 原因就在这里 来我们再回到大电视 好所以我给各位来看一下 所以现在状况是什么 现在多空线是偏多 没有错 可是分析已经翻空 各位去看一下 之前分析翻空 你看一下从9300 一口气也杀了500点 对不对 一口气从9300 杀到8800 也杀了500点 所以你一定要尊重他 你一定要小心 好不好 后面翻多之后 从8900 一口气涨到9400 又涨500点 那现阶段呢 各位你要注意看 现在分析在短线又翻空 所以我才跟各位讲 来给各位个结论 目前的多空线是 还是在多方 没有错 你看多空线还在多方 没有错 可是下面的分析 已经转空 已经转空 请大家注意 所以现在是转为一个震荡的格局 那短线的支撑呢 还是在92984 没有变的 在92984没有变的 另外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跟各位讲说 选择选择选择 在卫民商量已经变了 各位你知道 外资把他的压力跟支撑都调整 压力往下调到9500 支撑往上调到9200 之前我写在8900 那今天我去查一下资料 因为发觉不一样 外资跟自营商的动作不一样 他们把支撑也往上调 所以我刚刚写多少 9500是压力 9200是支撑 今天收在哪里 今天收在9300 所以外资跟法人打算把航行 在结算之前 锁在这个区间 那你就知道怎么做了 也就是说 现在航行就会在9200跟9500 这个区间震荡震荡震荡 可是因为分析已翻空 所以偏空机会比较高 结论出来 就这样子 你看我跟各位讲 任何的事情 都是有逻辑 所以为什么今天会容易跌 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跟各位来看一下 你要如何知道说 今天的压力有出现 对不对 我给各位来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手板 好 这今天的航行 12月16号礼拜五 今天高点在9370 那我跟各位讲压力在9365 对9365 这一定碰得到的 所以各位去看一下 后面是不是杀下去 对吧 今天的收盘是几乎要收在最低点 今天下跌了56点 所以说 其实原则上也是有跌 而且尾盘是杀尾盘 杀尾盘今天下跌了56点的 一个台子期的部分 那你如何知道 压力在9365 对不对 这个是重点 而且你要如何知道说 今天你要偏空操作比较好 所以委员老师都跟各位讲 很多很多的一个事情 那我跟大家讲 因为其实我们盘中 有很多讯息 我们都会跟我们 这个好朋友做分享 比如说网路上的朋友 比如说线上的朋友 都会跟各位做分享 只要你有手机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知道 委员老师 比如说我们软体的讯息 比如说我们软体的 指标什么呈现 你都可以第一时间知道 可是要请各位做一件事情 就是要加入我的好友 好不好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大电视的部分 来 我跟各位讲 这个是我委员老师的line的一个群组 那其实参加的朋友真的非常多 也非常的给踊跃 那我跟各位讲 你要怎么去找到 我们这个趋势建议期货专区 这个line的一个族群 来 你可以把你的手机拿出来 第一个扫描我们这个QR Code的部分 你可以加入我的好友 或者是你搜寻ID的部分 你就打小老鼠ABC168 这个非常好记 小老鼠ABC168 你只要打这几个字 你就可以找到委员老师的 所以你就可以在手机当中 第一时间 比如说我盘中 我今天9点多10点多 11点我都有贴 我们把指标图贴给各位看 把当下大户怎么做 散户怎么做 那个变化之后 直接贴给各位看 各位 而且这个是没有免费的资讯 你看这个多好 所以才跟各位讲 你要趁这段时间 赶快来加入我们line的一个群组 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follow到委员老师的一个消息 好 那我们再回过头 刚刚我讲 大盘的部分 我刚才已经解释很清楚 前一段时间 我从8900一路看多到9400 没有错吧 可是9400之后 我开始觉得怪怪的 对不对 我那时候跟各位讲 我觉得怪怪不太对 因为压力一直在9400 后来外资把它调到9600 对不对 你有发到我节目就知道了 我跟各位讲调到9600 可是又上不去 外资又把压力往下调到9500 而且它支撑也往上挪 这样各位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它会压缩过后 会在结算之后 行情才会冒出头 不管往上还是往下 那我目前看到什么 分析已经转空了 所以目前我认为是飞盘几底 你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好不好 行情讲得很清楚 那今天的当中怎么做呢 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手板 我刚才跟各位聊 你看 这今天行情压力在936 我说老师一干平家有共 对不对 我讲任何话都有证据 分析在空方 短压看多少 9365跟9393 今天9393没有来 今天先到哪里 9365今天最高在9370 各位你看没有错吧 后面还有没有点到 其实都有都非常接近 这里也有接近9365 这里也有接近9365 你看来到两次的9365之后 尾盘刹下去 各位你看一下 从9365到9309跌了50点 各位 这也是你可以掌握财富的机会 50点也是一万块 你知道吗 你如果这边掌握50点 你知道说今天的压力在这边 你就知道说这个地方你要放空 而且我跟各位讲 如果你是文文老师的会员跟客户 你就知道我今天 有没有跟你讲自称在哪里 没有 再听一次哦 你仔细听我讲含义哦 我今天有没有发讯息给我们的会员 你如果是会员 你是客户 你看一下你的手机 我又没有跟你讲说今天自称在哪里 我今天没有讲 老师你偷懒 没讲 你偷懒没讲 不是啊 为什么 因为今天的盘就没有称 你知道了解我意思吗 我发自称给你没有意义 为什么 你看 尖尾盘收在最低点 我发自称干嘛 你知道了解我意思吗 发自称没有用 因为会破嘛 所以你看 今天很多投资朋友真的来问我老师 今天 现在听到才觉得 老师啊 你真的用心良苦 对不对 所以我今天只有发压力 我今天没有发自称 为什么 因为发自称对你来说是没有用的 因为今天是没有称的 你知道了解我意思吗 尾盘还是插下去 所以 你看一下 来 我今天跟各位讲什么 来我们再回到手板 9365是压力嘛 所以我每天都会去查这件事情 我都会去算这件事情 压力在哪里 支撑在哪里 我都会算给各位来看 那今天没有支撑 那就不需要讲了嘛 对我们就看压力嘛 那你看 为什么会没压力 为什么会没支撑 为什么今天没支撑 你知道吗 今天散户在干嘛 各位你有看到吗 下面最下面这个橘色的 橘色往上的 今天的散户 通通都在做多 哇 你说老师还在看 难怪今天会杀尾盘 来你再看一次 今天的散户 通通都在做多 然后大户在放空 各位你这样 你这样有了解 温温老师意思 我再讲一次 你去试想一件事情 你要跟散户赞同一遍吗 老师你怎么骂我散户 我不是骂你散户 我是说你身边的人 好不好 你要跟散户 站在同一遍吗 老师我不要 对不对 那你如果知道 来我请问各位 换我问你 每次都你问我 来换我问大家 你要思考一下 我讲这件事情 如果你知道散户在做什么 你要不要跟他对坐 说老师对 有道理也对 所以你在想一次 如果你知道散户盘中 在做多 请问你今天要做什么 老师说真的对 放空对 所以散户是什么 繁指标 这样各位了解我的意思 所以你看 我们是市场上唯一可以告诉你什么 散户在干嘛的 真的工具软体跟分析室的 其实就是这样子 来你看一下 来再看一次 今天散户在做什么 从开盘到收盘 通通都在做多 都是这个橘色的往上 代表今天的散户都在做多 今天都在做多 难怪不会涨 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 所以为什么尾盘会杀下去 连尾盘大户都加入放空行列 也就是说变成大户在放空 散户在做多 你觉得会不会涨 你说老师没去对不对 好 所以你今天开盘的时候 你今天得到什么 一个方向 今天就是空 你开盘就看到散户在空 大户 散户在做多更正 散户在做多 大户在放空 老师 这个有点饶舌 最简单的你用指标来看 来再看一下 今天的一个航行 看哦 这个讯号 从乖离空9370这边 小跌对 大约16点 这里也小幅反弹 大约16点 今天最精彩是哪一段 这段 今天最精彩是这一段 从9361的空 跟9354的空 到最后收盘 9312 各位自己看 从这里49 这里42 加起来就快100点 再加上前面的空跟多 已经超过100点了 各位你知道吗 今天这种航行说真的 普通没有说非常大 可是如果你用对方法 而且你知道要加码 你今天的操作也可以超过100 所以你看一下 有没有像这样 这里9361 乖离空 这里9354 也是乖离空 那你说 老师那下面分析翻空对不对 好 我再教各位 我们把我们的指标跟讯号 再让各位 再看一次 因为你在 你多看几次 其实你会 怎么讲 这个有句话叫 越沉越想 你看越久 你会觉得越好用 你看越久 你会觉得 欧文老师指标真的太棒 再给各位看一次 来 我们这个叫趋势分析 这个是欧文老师 很喜欢用指标 那也是很广受我们 这个用户好评的一个指标 那你看一下 多方的话代表红色彩带 空方的话就是蓝色彩带 稍微拉高一点点 这样看得到 多方是红色彩带 空方是蓝色彩带 那你看 如果在低档 由蓝色的翻成红色的 低档由蓝色翻成红色 这代表什么翻多 那如果在高档呢 由红翻成蓝色 高档由红翻蓝 这边是不是压下去 对吧 所以它是翻空 那你看一下今天的盘 它怎么走 来你看喔 是不是在高档 由红色翻成蓝色 对齁 来 有没有一样 对齁 一样对不对 好 来我们请 这个地方把它拉近一点 好 各位你看看 有没有 对齁 是不是高档 由红色翻成蓝色 好我们再拉回来 所以你看 这样是不是很清楚 为什么今天的尾盘会跌 而且有没有讯号告诉你 9361空 9354空 两边同步 你就放空 对那你现在会有问题 说老师 可是这里有两个讯号 那怎么办 对不对 来我今天就是要 特别特别教各位这件事情 为什么我愿意讲 因为你去看其他 很多的节目都是挑好的讲 那个讯号 有点争议的就跳过 我不会这样子 我今天会解释很清楚 那你看一下 来 这两个讯号 对不对 你要怎么去判断 来你看一下 下面的分析 请问有没有翻多 你仔细看 说老师没有 没有翻多 对不对 好那你看一下 大户在干嘛 大户在放空 对 那散户呢 散户在做多 所以还会不会跌 当然还会再跌 所以这两个讯号 你就可以过滤掉 这样你了解 我问老师意思吗 这边两个人就过滤掉 忽略 到最后尾盘9312 所以看一下 从这里49点 这里42点 加起来就91 再加上这边 再加一加就100 所以你看今天行情 运用我们这种方式 去做操作就非常棒 所以我常常跟各位讲说 我们的指标 来 如果这不是您要的 那什么才是您要的呢 这么简单您为什么不要 对不对 这么简单您为什么不要 你看有没有很简单 你说老师 真的很简单 你说温老师 真的很简单 今天最重要就是这里 为什么 这里才是你今天决定 你赚钱或赔钱的 最关键的重点 可是呢 很多投资朋友 在今天可能失点 你就放弃 比如说9点半 没有行情 你就放弃了 10点半你就不看了 可是今天尾盘 杀下去 所以我跟各位讲 礼拜五 有时候你不要掉以轻心 有时候你会觉得 没行情 你就不看了 今天到尾盘 很多投资朋友 大概9点多 10点他就不看盘了 到今天尾盘 再把电脑打开 再把电视打开 早知道 对不对 今天没有错 所以你看一下 来 尾盘有没有行情 有行情 怎么会没行情 各位对不对 所以你要先做掌握 而且呢 我们怎么跟各位讲 来你看 来 我们今天9点23分 一样跟各位讲 出现低档管理 因为分析仪还在空方 所以 这个讯号先参考就好 我讲得很清楚 有没有 我说出现低档管理 比如说这里 这里 这里都出现低档管理 今天的 因为今天都是空方控盘 所以做多你只能短多 你看 你看哪个老师会这么认真 还会这样跟你讲 我不会只挑对的跟你讲 所以你看 有没有 因为分析还在空方 所以这个讯号先参考就好 你要等到分析也翻多 才会机会上涨 那你看一下 分析翻多在哪里 这里吧 这里才翻多 所以短谈了一下 为什么谈上去又杀下来 因为分析又翻空 所以各位 你说温老师对 这样听你解释 你这样很细的 这样跟我们讲 你说老师我懂 我觉得你懂得很好 你懂了就会赚钱 真的很棒 来我们再继续看 所以我讲很清楚 分析在空方 好 那我后面 各位你看一下 纵使你运用我们的双色K线 一模一样行情 你看 你说老师我今天 是期货的新手 我可能指标 我看不太懂 说老师你的逻辑 很棒 可是我一时之间学不起来 那说我跟各位讲怎么办 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 我们的指标 总共有七大样 而且叫做指标自由配 每一个人都是我的VIP 所以你看一下 来 这是我们的指标的一个什么 指标的七大 七大项指标 七个逻辑 指标自由配 财富重分配 包含多空线 包含买卖讯号 包含乖离讯号 包含盘整三线 双色K线分析仪跟大户产物指标 总共有七个 那你看一下 所以我才跟各位讲说什么 来 全市场唯一量身定做 我们是全市场唯一量身定做 每一个人都是VIP 为什么 因为你可以挑选你喜欢的 包含这七大项指标 好我给各位看 来 你看像今天这个盘 说老师我想用双色K线搭上分析仪可不可以 我跟各位讲OK 你看你用双色K线是不是红K棒做多 蓝K棒放空 你看一下今天是不是几乎都是蓝K棒 说老师对了都是蓝K棒 从这里刷下去都是什么 空方格局 而且分析这里翻空之后翻多 你看这边又翻空 所以你看你如果说老师我如果光运用指标 有时候你会觉得说老师我是初学者可能看不太懂 这个对各位来说可能老师有点难 那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法 来你看这样简不简单 这样简单 而且你可以把我们这个双色K线跟 跟我们的大户散户指标把它套在一起 所以你看我们的变化非常多种 各位你可以自由组合自由搭配 选择你最喜欢的 对你选择你操作起来最顺的 所以我才跟各位讲说 最近真的很多投资人都跟卫文老师讲 说卫文老师你的指标真的太棒了 真的太棒了 因为找不到这样子的 真的因为你大部分用到都是一个方式而已 而且把你锁死你都不能动 我们可以给你七大项指标 你可以随你的喜好去做调整 任何的盘面都可以应付 所以我们跟各位来讲 如果你有工具的话 您会赚不到吗 这个是您该赚的钱 我会写一个yes 真的这个是您该赚的钱 各位你看一下今天起码 你今天起码不会放 不会做多去赔到大钱 你知道吗 你今天不会在这里一路做多 不会吧今天通通是蓝K棒 有没有理由做多其实没有 这样各位了解我的意思 所以我常跟各位讲说今天是礼拜五 真的假设各位如果有亏损了 我觉得也是蛮替各位感到担心与难过 因为没有人想要亏损 你想赔钱吗 我说不想 我说老师想吗 我也不想 那谁想赔钱 没有人想赔钱 那既然没有人想赔钱的状况是假 各位如果我今天操作不顺利 那代表说可能您的方法有点错误 那其实我也老师跟各位讲 我觉得身为分析师的责任 我觉得尽我的权利帮助各位 为什么我今天每一天节目都要跟各位 先把行情的规划跟各位讲 为什么我能够从八千九讲到 一路预测对一路分析对分析到九千四 现在九千四是很多人都看多的时候 我开始跟各位讲到保守 对不对 为什么今天又回到九千三了 这样各位了解我的意思了 所以你看任何的逻辑 我们都要先事先推 然后再运用到实物的操作 来我们再回到手版 所以你看什么叫运用到实物的操作 来有没有我说什么 大户空 散户多 还是空方控盘 各位没有错吧 今天的11点56分 来你仔细看哦 11点56分还在哪里 还在这里混哦 还在这里我说什么 散户多 来你看有没有 散户多 大户空 大户有没有方空 有哦老师没有乱讲对不对 大户空 散户 散户再做多 所以今天谁控盘 还是空方控盘 那你看最后结果发生什么事情 当然是放空嘛 这样各位了解我的意思了 所以我们任何的操作都有逻辑 不是用拆的不是用堵的 对很多人用拆的用堵 那堵堵看拼拼看 那你觉得你每天运气都这么好吗 不可能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每一个逻辑 都是事先去做推荐的 而且当讯号出现的时候 当行情有转折的时候 我们都会用我们的权力 比如说我们在第一时间 第一时间 台湾国语 第一时间发出这样的教学的讯息 跟各位讲 包含你看 来我们再看一次 因为今天看这个真的蛮感动 你看今天有没有 跟各位讲压力在哪里 936 你看我每天都发很多的教学给各位 为什么因为老师真的很认真 来你看有没有我做什么 11点56分 可能你还在 你在示范 你在放松 我跟你讲什么 还是空方空盘 各位你仔细看 有没有杀尾盘 有没有杀尾盘 你没有先认真 认真的话 你怎么会知道 而且当讯号出现的时候 我还会帮各位做分析 你看真的 你打着灯笼 找不到这样的老师 好不好 所以我跟各位讲的很清楚 所以航行的操作 这句话跟各位分享 来我们看这里 越是关键时刻 您就越需要工具来指引你的方向 各位快结算 越是关键时刻 您就越需要工具来指引你的方向 合作才能够创造双赢 合作才能够创造双赢 如果各位对于操作的部分 或者是工具的部分 有任何的兴趣 或者是任何问题 欢迎各位来在做下询 温老师会帮助各位 好 在航行的部分来说 那下期节目还有更多分析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022506 6808 022506 6808 台北国际建筑建材 继产品展 12月15到18 免费参观 全新mufri一节迷你订 创新配方 含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 一天一小定 保护力是葡萄糖胺加软骨素两倍以上 一天一小定 维持灵活 好轻松 优质建材 齐聚一堂 南港世贸一管 仅此一档 错过可惜 现在就来床的世界 时尚最强年终性 全管床垫58折优惠 再加码 满万送签 美国原装西梦斯 只要月付1350 床的世界云段系列58折 再加码 满万送签 只要月付1650 快把云端睡眠带回家 快来 床的世界 台北国际建筑建材 既产品展 家具 厨具 卫浴展 南港世贸一管 12月15到18 欢迎免费参观 全新Mufri一节迷你订 床型配方 含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 一天一小定 保护力是葡萄糖胺 加软骨素两倍以上 一天一小定 维持灵活 好轻松 作息不正常 肠胃好俊会减少 小姐 要下车动作快一点 我骨子疏松 盖子流失 骨头疲乱 手脚无力了 那还不简单 吃大熊丸就好了 我们这个年纪啊 身体照顾好才重要 你说是什么 红心大熊丸啊 吃大熊丸就对了啦 诡诀多变 我身心透彻 波动剧烈 我能攻能手 掌握股市最佳出手点 虚实精英 实现财富梦想 02 2506 6808 02 2506 6808 好 欢迎来过来大映家 先进来说 从这个筹码来看 基本上外资的部分 本来担心说会不会离开台湾 但似乎现在还没有撤错迹象 而且这个礼拜三 下礼拜三又要碰上结算日了 所以接下来的行情呢 也是很关键 再把时间交给文哥 好 再跟各位讲 其实下礼拜的行情 因为我刚才讲过 因为分析已经翻空 你要注意哦 下礼拜的盘真的 我比较保守就是什么 盘整 比较悲观的就是跌 我再讲一次 现在的状况就是非盘即跌 你不要想太多好不好 那我们来复习一下 过去的行情 我们怎么来操作 你看一下 比如说这礼拜四 今天刚好礼拜五 我们来复习一下 你看昨天是开低走高 你看用一样的方法 各位一样可以做操 有没有 第一档出现什么 翻多 9313 乖一多翻多 第一档分析翻多 有没有 出现红色的一个三角 各位你看到 有一个红色三角 同步翻多一样 也是57点加上 那压力跟支撑 我是不是都讲很清楚 压力支撑几乎完全命中 而且都是事先预告 来再继续看 14号礼拜三 一样开高走低 重要是什么 大户空闪户多 跟今天是不是一样 老师好笑 所以为什么会跌 这样各位了解 以后你用这个方法 你也会 你也是赢家好不好 那一样压力支撑 也是完全命中 真的这个 通通都有讯息可以证明 来再看 所以当然是偏空操作 来12号一样 红K棒转蓝K棒 为什么会开高走低 各位老师 我会了对不对 以后你看到这个就很兴奋 为什么 因为会跌 因为会开高走低 大户空 散户多 这样会简单 什么时候会涨 出现乖离多 出现分析翻多的状况之下 行情才容易出现上涨 那你再看 这个7号 老师 我知道了对不对 为什么会跌 为什么会开高走低 因为大户在做空 因为散户在做多 所以你看我给各位 看了这么多这么多的案例 是为了什么 从12月份到现在 各位你自己看 这么多的案例给大家来看 你就知道行情怎么操作 那什么时候你要偏多 来我给各位举例 什么时候要偏多 当你看到买进讯号 当你看到分析翻多 这个时候你才可以偏多 没有出现之前 你不要乱做 这个时候你看 大户在做多 你看你有没有反过来 你说老师对 反过来 散户在空 它是反指标 所以会怎么走 当然会涨 所以各位了解吗 你只要看到两个在对坐 那行情就很明显 有没有 就往上涨 所以我跟各位讲 越是关键时刻 您越需要工具 来指引你的方向 合作才能够创造双赢 好不好 如果各位对操作 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大家来电做咨询 好 这一堂节的部分 老师说下礼拜 同一时间锁定我们的节目 也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我们再会